美国四星上将又大放厥词了 坦率地说 听到这样的言论 我还是有一点点惊诧的 真的是雨不惊人死不休 这哪像一个担任要职的美国四星上将 简直就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 因为这位美国高级将领的核心意思就是 美中必有一战 时间就在2025 这位四星上将就是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迈克米尼汉 在一份披露的备忘录上 米尼汉宣称 中方会对台湾采取行动 我希望我错了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们将在2025年有一战 在这份备忘录中 米尼汉上将还要求美军机动司令部的所有人员都去射击场 向7米外的目标发射一个弹架 并瞄准头部 什么意思 你们要练习开枪 别打起仗来 你们打枪都打不准 米尼汉上将很担心 按照外媒的解读 米尼汉要求他的部队在今年达到最佳的战备状态 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战争 一个是2025年 今年已经是2023年 也就是两年后的事情 中美爆发战争 这可是两个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想都不敢想 看到这份被忘录披露后 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位美国将军是想打仗想疯了吗 两年后 美国就与中国打仗 中国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 更何况 我们还要问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与美国又有什么关系 很多媒体立刻询问美国国防部 这份被忘录到底是不是真的 怎么看上去比山寨还要山寨 但结果大出这些媒体意料 真的 这位美国上将就是这样下达命令 就是这样为2025年战争做准备 你能想象一个中方高级将领也这样说 2025年 我们和美国必有一战 中方肯定不会做的事情 但美国人却是照做不误 很有意思的是 美国空军证实了这份被忘录的真实性 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则称 美国国防战略明确指出 中国对美国国防部来说 是一个如影随形的挑战 美国官员正在与盟友和伙伴合作 维护一个和平 自由和开放的所谓的印太地区 当然 按照外媒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也说 米尼汉的评论并不代表 美国国防部对中国的看法 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清醒 要冷静 要淡定 别上当 将中国列为头号假想敌 已经成了美国的政治正确 政客借此煽动民意 拉抬自己的选票 好战分子则渲染威胁 谋求更多军费开支 没办法 中国 你只能被躺枪 但像米尼汉这样的狂热好战 还是出乎意料 他还言之早早说 我的直觉告诉我 一个高级将领 靠直觉一拍脑袋就军事挑衅 还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美军原来就还是这样指挥的 从上面更可见美军对台湾问题的念念不忘 毫无疑问 这是中国内政 与美国没任何关系 但美军就是要当作一个筹码 也难怪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说最近嘲讽 四十多年来中国小心翼翼的避免诉诸武力 却被打仗不休的美国人描绘成一个天生具备侵略性且奉行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国家 这让中国人倍感困惑 也难怪比尔盖茨都看不下去 前几天大声疾呼 他认为中国崛起是世界的巨大胜利 他并且批评 美国当前对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双疏心态 为什么 用比尔盖茨的话说 如果你问美国政客黑 你希望中国经济收缩百分之二十还是增长百分之二十 我怕他们会投票支持似的 让我们去搞穷那些人 而不明白对于全球经济 癌症药物的发明 气候变化的解决来说 我们要齐心合力 现在不仅要搞中国经济 而且要寻求和中国打仗 所以 我们也看到了很矛盾的一个现象 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配合美国 甚至要求中国断绝与俄罗斯合作来配合美国 但另一方面却各种打压中国 最近更是在芯片问题上 施压荷兰等国 试图绞杀中国的先进制造业 我们怎么办 还是要淡定 美国就是想激怒中国 渲染中国威胁 由此来巩固目前脆弱的反华小团体 我们又岂会轻易上当 好战分子的言论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 中国和美国 哪个更爱好和平 至于台湾 不错 美国将台湾当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但除非美国能将台湾开走 既然开不走 那解决台湾问题 时间肯定在我们这边 迟早会解决的 肯定是山河一统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惹事 更不怕事 朋友来了有好久 豺狼来了自然有猎枪 还有两年 就是2025年了 我们就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吧 而美国上将大放诀词后 而美国媒体又开始作妖 直接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会在2023年爆发 而针对此事 美媒还直接预测了五个可能爆发三战的地点 其中有两个地点 可以说是和中国密切相关 美媒预测的第一个三战爆发地是乌克兰 众所周知 德乌冲突自去年二月份爆发以来 如今已经历时十个多月 这场冲突可以说是不仅对俄乌双方 还对整个欧洲 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了俄乌双方都有大量人员伤亡之外 全球经济也因此遭受重创 开始持续下滑 而地缘政治和国际局势也因此变得愈加复杂 各种风险陡然上升 美媒表示 如今俄乌冲突已经进入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而且按照局势来看 现在俄罗斯的劣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 这场冲突对于俄总统普京来说 他是绝对输不起的 因此 为了取得最终胜利 普京将会极有可能在2023年动用核武器来反击西方 到时候全球核战将会一触即发 美欧各国都会被牵连其中 美媒预测的第二个三战爆发地是中国台湾 台海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多方关注 美国也经常借助这个问题 遏制和拿捏中国 此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也屡屡对中国发难 但是相对而言还是有所克制的 但是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竞争日趋激烈 美国也开始逐渐丧失理智 在台湾问题上愈加的激进和疯狂起来 比如最为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 去年8月份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作为美国政府的三号人物 竟然不顾中方的多番劝阻 一意孤行地窜访了中国台湾地区 他这种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做法 也一度让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持续紧张起来 而就在不久前 由美国总统拜登亲自签署通过的 所谓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 更是包含大量涉及台湾问题的内容 其尺度之大实在是前所未有 美媒认为 2023年浙江极有可能因此引发中美两国的军事冲突 并最终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媒预测的第三个三战爆发地是爱琴海地区 众所周知 在这一地区 中东知糊涂而其和希腊经常爆发各种冲突 他们两国之间围绕油气资源 领土纷争等各种问题各不相让 常年剑拔弩张 美媒认为 如果这两国无法有效管控分歧 那么他们将会很有可能在2023年爆发大规模冲突 进而牵扯各国 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 美媒预测的第四个三战爆发地是中印边境地带 多年来 中印两国因为边境问题时有摩擦 早在1962年的时候 双方之间就爆发过一场战争 当时印度虽然落败 但是对此一直都耿耿欲怀 近几十年来 印度更是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对中国进行越线挑衅 但最终都是被解放军强势驱离而收场 比如2020年6月份的时候 中印两军在加勒万河谷一带爆发激烈冲突 双方互有伤亡 再比如去年12月份 印度又再次越线挑衅 中印双方共有几百人发生混战 美媒称 多次被解放军强势驱离后 印度一方面觉得自己很被动 一方面又觉得解放军不过如此 所以为了改变现状 如今印度已经在边境集结重兵 在美媒看来 中印双方之间也因此极有可能在2023年爆发大规模冲突 美媒预测的第五个三战爆发地是朝鲜半岛 随着朝鲜在去年9月份宣布拥合以来 韩朝之间本来淡化的局势又开始陡然升温 不断恶化起来 在经历过美韩军演 朝鲜发射导弹等一系列事件之后 如今的朝鲜半岛局势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美媒认为 韩朝之间的争端 其背后都有大国支持 一旦韩朝开战 背后的大国也会牵连其中 到时候世界大战恐怕在所难免 美媒预测的五个三战爆发地 其中台海和中印边境可以说是和中国密切相关 而朝鲜半岛也同样是在中国周边地区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如今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其实不容乐观 因此我们也还是需要强化军队建设 做好随时保家卫国的准备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点点关注 想了解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了